... 很恐怖 就是10小時 總共大概就是... 三...三十..." 30個小時 真的超級剛好 真的 我們現在人在桃園國際機場 我們要飛去南極 對 要去南極 然後你看不到24小時 拿下來的阿根廷錢 就是有了這張我們才改趕訂機票 不然其實沒有這張的話 根本什麼都不用說了 然後我們剛剛check in完 拿到了4張領票 前往南極要先到阿根廷 烏蘇淮亞機場 然後再搭郵輪 然後去南極 因為南極不是屬於一個國家 我們要飛44個小時 而且我跟妳講光看到這四段 妳知道是經濟艙欸 就好崩潰喔 應該蠻崩潰的對不對 真的很崩潰 但是我們現在非常辛苦 妳多久沒坐經濟艙了 我一直都有在坐經濟艙阿 真的嗎? 不要懷疑不要懷疑 觀眾朋友們如果有在看都知道 我們拉傻 通通在坐 沒有 那種上面有一張雙人床的那種舱 誤會誤會沒有這種事 這是我們從南極出發的第一段航程 從台北飛到San Francisco 然後11個小時 我們現在在San Francisco的機場 經過了11個小時的搭乘 其實我覺得航程不會說非常的累 為什麼呢? 我們才剛飛完第一段 現在第二段 入境美國有點累 因為大台長龍欸 等一下要前往第二段 這很Cute欸 好可愛的欸 妳看會不會跟你抱抱喔 很可愛 機器手臂幫妳做咖啡 我們在機場的就是遇到了這一個 洛卡咖啡的機器人 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M已經淪陷了 進入一個選擇困難症 Iced Caffè d'Ate 可以 4塊半 差不多啊 跟台幣130 跟那個 跟那個西班牙差不多啊 西班牙差不多 也跟台北差不多 我跟妳說 怎麼樣看輪到我的杯 在那裡 第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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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我這裡來 超高級的欸 對 妳有沒有覺得我們花錢 看她表演 就夠了 嗯 而且不會 划算 划算 欸她好了是嗎 沒有她在等下一杯 可是 她忙著在玩 這是我們這一杯嗎 對她是我們的啊 這一杯就是我們的咖啡欸 她現在給我 嗯 她拿出來了 欸妳看一看 妳的咖啡端出來了 你看妳看妳看 哇 出入之後 對然後她就端過來 Good Morning 哇她端了 她端了 她端了 哇 哇 她端好兩杯才一起開門喔 對 太帥了 開門 開門 芝麻開門 我們一人一起 獲得咖啡 掰掰 掰掰 怎麼樣 你覺得機器人 做的咖啡 機器人做的咖啡 馬上比人做的 咖啡就是比較失業的 這一題線呢 就是我們待會兒要搭的第二段 我們吧 就是從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然後前往 Houston 這是我們前往南極的第二段 我們現在 離南極越來越近 不過還是有一段很遙遠的距離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還在 北州 我們待會兒就是 往下飛到Houston之後呢 才繼續往下飛阿 就是從 布宜路斯安尼斯 然後再轉到 世界的最難 喜歡世界的盡頭 就是蘇懷牙 怎麼這麼遠啊 我們到底還要做多久 我們看一下 我們可能做還不到三分之一耶 四分之一吧 44個小時 我們現在才經過11個小時 我跟你 我跟大家說來南極要趁早 不然你老了沒有體力杯 真的是泥湯 真的 泥湯啊 我們剛剛就是 在休斯頓機場走得太累太累了 然後我們就是迷遺流了 然後就各種走道 因為我們一下 一下上樓 一下下樓 然後所有人跟我們講的地點都不一樣 對 對 然後連買個東西都要直處結帳 反正就是一個迷一般的地方 但是我們還是遇到了非常好新鮮美 對 說嗨 嗨 台灣 台灣No.1 台灣No.1 Yeah 還逼他 因為我們就各種迷路 然後我們就一直找不到 然後他就說 他載我們去 對 我們一直在問路 他就停下來說 好那你上車 我們現在就是做成這一台高爾夫球車 暢新路路 Houston的機場 我們現在已經到Terminal E 對 哇 從剛剛走到這裡可能要20公斤好省吧 有 我們現在變得好快喔 對 而且還有風 而且還有風 然後我們剛剛還一度很懷疑 因為美國人太懶惰 我想說是不是上車要跳表 哈哈哈哈 對 因為以前前面那個看起來很像要跳表的東西 其實很恐怖 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做的之前策劃多少錢 五塊美金 而且他很能明白 我們兩個還在想說 有沒有要給消費嗎 有沒有要給消費嗎 他就直接說 Something for me 哈哈哈哈 美國人就是這麼可憐 好的 我們現在終於要出發前往阿根廷了 走 我們現在要離開美國 去哪裡 對 終於要踏上 準備出發去阿根廷的北京 這一段又是10小時耶 又是10小時 對 要睡飽一點 我們這一次 總共的行 11小時 然後4小時 10小時 最後一段多少 3 4小時 總共大概就是 30 30個 小時 中間轉機還算 對 中間轉機大概加起來44小時 崩潰 真的是人生大部分最久的 我也是 我們兩個現在覺得 就是 美國阿 或是非洲阿 超級近 對 可以說超近阿 可以說超近隔壁而已 20小時就飛到了 隔壁而已 這邊是隔壁而已 對 終於到了阿根廷 對 然後我們剛剛的海關還被卡了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新的阿根廷電子簽 對台灣人是全新的 所以連海關都搞不太清楚 我們是用ESTA 就是美國電子簽 然後再去申請阿根廷電子簽 對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就是 搜尋我們這邊的這個 網址 不過客也是合身扮阿根廷電子 前陣子要50美金 國內線機場啊 其實照理說我們行李 應該是要吃掛的 但是他並沒有讓我們吃掛的 就是我們莫名的就在路上 欸 我們行李怎麼在這兒 然後自己把它拖到西行下 而且中間 這裡真的超熱耶 阿根廷電子真的超熱 外面附近應該有30步吧 但是因為我們要去南極 所以就是 因為又在更下面 對 我們看起來就是很傻 對 大家都穿那個吊巴褲 然後我們 帶 然後 已經脫掉很多了 很熱就是很熱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吉行李 準備要飛 最後一段就可以到 世界的最南端 吳斯淮陽 我們為了要到世界的最南端 就是花費了我們這輩子 所以很累了 太累了 太累了 我們距離 南極越來越近了 準備現在要登記 你看大家都排隊 對 我們剛剛都有 你覺得是不是所有在這邊的人 都是要上船的 我覺得有可能 肯定阿 不然乌斯淮陽是有什麼東西可以玩 應該沒有人特地去跑去乌斯淮陽 對 所以一定都是要去搭遊本的 對 等一下都是我們的旅伴囉 對 終於 終於是最後的搭乘了 好累喔 走向飛機突然覺得超冷 不愧是世界最南端 剛剛我們在飛機上也是 對 非常大 對 非常大 對 只外線各走 我馬上把衣服抓到去這太冷了 原本就是 你覺得現在幾個 十 十五 我覺得十 十五 差不多十五 可是我現在在機場沒有 對 有 還有空調 待會出去看看 感受一下 這機場超小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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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宿的爸爸 超級熱心的來接我們了 我現在要跟著他一起回民宿 他就第一眼認出我們 因為我們就傳了我們在機場的照片 對 兩個人都看 對 對 一眼 我那邊真的滿冷的 對 對 其實我們都… 對 我們都… 對 我沒有 對 對 他的照片 竊在我那裡 好超大 好超大 歡迎來到世界終了 耶 哈哈哈哈 世界的盡頭 對 這裡 你再過去一下 我們的房間在這裡 來 給大家看看 这一条路其实就是走到港口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 5分钟 对 可是你可以走5小时 对